炮筒的钱 这啥当无碗 这多少钱 这多少钱 当八万还行 炸废的大炮 把它找出来就是做大钱 那当时国家承认 大炮做的钱 打仗过去用个大炮打仗 炸废的大炮没影响 拿着玩意做做钱 那炮筒钱那都是纸币连体槽 卷起来那才叫炮筒钱 那要不就是丝绸股货币 有这么厚的 那你这拿炮筒做钱 就离谱 这炸一炒还挺像那回事 这我这一抬起来好家 这不是我家的空心转吗 这废物利用啊 这还挺环保 这多少年了这个 4000年了 这什么时候的 那我几十年了 四五十年了 日本呢 挺喜庭啊 这好像数字不得啊 好家伙发现一个正经玩意 王猛时期的货部 他的大哥就是著名的一刀平五千 那王猛时期的货币呀 那按照东北话来讲 那就叫嘎唬 这个大理石的手感还真别说 有点像打火机 拿着还挺顺事 这有这个新的吧 这个老的 你看那个上面那个打 这几乎玩呗 看上去 打了卡 放放那边 你看 放那边 哦 这得多少年了 这玩上 这玩上就有几百年了 这玩上有点失意到我知识盲曲了啊 我这离远一看就还以为是木属呢啊 但是我看到旁边那个玉虫和玉珠龙啊 我心里就有数了 这个属于梅神吗 这个属于梅神吗 这个这个是四大铁王 哦四大铁王 那个 啊收啊收六东 收六东西 就只有这一个 嗯 这个什么年代 这个 当时老先生 那是那个 嗯 聊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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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大 四大天王 这是我咕噜寡闻了吗 这聊三餐的四大天王 这我还第一次听天荡 因为这里的水很深 你没有